像黃色黑色很好看 熟練的介紹每一款服裝特色 今年58歲的蔡小姐 原本是年收200萬的服裝公司老闆 疫情期間結束公司 中年失業的她四處投地履歷 卻無回應 在朋友的介紹下轉戰保險業 希望開創事業第二春 我是全部 我就以那個漏斗型的方式去找工作 就是第一個就是 我的專職權能就是 服裝設計嘛 設計師 所以設計師的工作 或資深設計師的工作 或是設計部門經理的工作 我都有去投履歷 那還有第二個就是 我也去投包括人事管理方面的 因為我有管理的經驗 那第三 我也去投履歷 就是跟業務 還有那個行外面的一些工作有關係 我也去投履歷 還有第四部分 包括便利商店 大業班的工作 因為他們大業班很 我總覺得應該是比較有缺 結果當我去面試以後 大業班的工作也沒有缺 這樣前後過了大概七八個月 我一直都在吃老本 就是我以前有一點積蓄 那一直到積蓄快要花光的時候 就貴人就出現了 那我就覺得打開我另外一個視野 普遍我周邊的朋友 他們都希望六十歲就退休 因為就是說如果六十歲退休 體力已經不好了 可能錢也很多都給小孩子了 那你就沒有辦法規劃自己真正的生活 跟先生也沒有辦法安排去旅遊等等的 擁有高學歷的Ashley 過去擔任過空服員 補習班英語老師 還擁有英語領隊的執照 當初因為結婚離開職場 四十二歲時準備重返職場 投递超過四十份履歷 都因為年齡卡關 讓她感到相當挫折 我其實投履歷 也跟剛剛的蔡經理講的 不是殯葬業來找你 就是殯葬業或者是 以前有房屋代銷公司 或者是這個 當然也有保險業 我覺得都非常的好 但是因為這跟我的專業 差非常的多 因為表演跟這個教學 都是一個傳送知識的工作 事實上是語言互動 可能是比較單向的 所以對我來講 我會有點懼怕 再加上他們上面寫的都說 青壯年 事實上年紀就是到54歲為止 那非常尷尬的是 我今年是56歲 所以呢 其實我得到了這個 feedback 就是他們給我的回函 是非常的少的 剛剛蔡小姐還說 她跟妳說 一個禮拜之內會回信 我接到信都說 如果妳沒有被錄取的話 我們這樣不采與通知 就不通知妳了 如果你沒有接到信 妳就是摸摸鼻子 就是不要再來問了 根據人力銀行調查指出 45歲以上中高零售房者 有24%過了65歲 也不敢太早退休 且一旦離職後 有高達8成8的人 認為重返職場有困難 其中更有將近4成5悲觀認為 要找到合適的工作 微乎其為 我們這一次是針對45歲以上的職場工作者 來進行調查的 我們發現他們在整體來說 對於自己退休年齡的想像 認為自己 我希望我撐到65歲再退休的 有1乘4 14%左右 甚至有10.1%是覺得說 退休這件事情我想都不敢想 那也有10.1%的民眾是覺得 不管是他是已經財富自由了 或者他對於職場真的已經相當厭倦了 他認為自己希望能夠在50歲以前就退休 所以整體來講 這個平均年齡 我們在對於自己退休年齡的規劃和期待 是平均59歲 那退休之後 他們是不是要繼續工作呢 退休本來就不代表一定要離開職場 這個數據在台灣 剛剛的勞動產業率偏低的這個數據 相比之下有了一個很有趣的結果 我們發現有67%的民眾 他們對於退休後 還要繼續工作的想法持正面的態度 有等於說超過三分之二的人在退休後 還是想要繼續工作的 那其實只有11%的民眾是覺得 我退休後我就不想再工作了 有22%的民眾是覺得 我還沒有想法 我可能還要再思考看看 那至於退休之後要做什麼呢 很多人覺得說 我畢竟剛從原本的職場離開 希望能夠讓工作跟家庭 或者是其他個人的生活能夠保持一個彈性的關係 所以其實在兼職或是即時工作的這個比例 還要繼續工作的原因很可能是經濟壓力 退休之後到底要有多少的收入才能夠維持理想的生活品質呢 在我們這次的調查當中 整體算起來平均的數字是來到35200多塊錢 也就是說大概退休金能不能夠支援這個金額 就會是他退休後要不要繼續工作的一個關鍵 那我們就發現有90%的受訪者認為退休金很可能不足以致應這樣子的一個生活水準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大家對於退休之後做了很多不同的一個規劃 那當然在現在還沒有退休的時候 未雨綢繆的情況也是有的 我們觀察了這些受訪者對於目前在退休做準備的一個情況 比例最高的當然是勞退自體 也就是說你除了本來現在就已經雇主幫你提拨退休金之外 自己額外再提拨6%的這個部分有來到51.8% 其次依序是包括是ETF股票基金的投資 投資型保單的購買 或者是雖然利率並不高 但是能夠存起來還是聊勝於無的定存 那最後則是有人還是希望說我能夠投資一些副業來增加被動收入 這些都是現在還沒有退休的這些中高齡的工作族群 希望能夠為退休進行的準備 人力銀行公關經理黃凱源表示 中高齡者具有豐富的業界經驗 人際互動拿捏得宜 對於人力吃緊的餐飲旅宿業而言 透過職場在設計以及彈性工時的安排 退休族群渴望成為勞動市場最佳的再造人力資源 記者離奇會台北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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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